有人在网上在牛奶里加咖啡 混合了 怎么回事呢 对吧 为了大家看清楚 我们用了洪水和清水 都是透明的容器 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放在洪水里边 水高那么多 洪水过不去 怎么办呢 看我这只手啊 我看清楚了没有 我压一下 哦 清水过去了 看到吗 清水过去了 看到吗 清水过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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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手一放 哦 洪水吸过来了 这就是洪气现象 一定要有压长差 才能有洪气现象 好 吸到一定程度过不来了 因为这里水上去了以后 这里封闭的 这里的气压的压强 就比较大了 因为空间小了 压得这么厉害 我把里边的气放出来一遍 因为外边的大气压 跟这里的大气压一样大 我放出来一点 把里边压缩的气体放掉一些 哦 又出来了 看到吗 水又出来了吧 哦 你看 这边烧下去咯 哦 烧了 这边水多起来了 过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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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到什么程度呢 哦 两边一样平 过来了 怎么样 挺有意思的吧 巧用大气压 你可自制牛奶加咖啡的拿铁 你可以牛奶加茶的奶茶 生活中懂得 牛体压强的原理 那很多现象 就迎人而解了 凉人而解了 ひ这个izi